香港一直牽动着我的心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严格遵照宪法和基本法的办事 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实证 积极作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意志 坚如磐石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澳门事务 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我们坚信 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 中国人民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 把一国两制实践发展得更好 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得更好 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得更好 近几个月来 香港局势牵动着大家的心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 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 真诚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香港繁荣稳定 是香港同胞的心愿 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 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落实中央 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全面管治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特别行政区 社会大局稳定 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 实践证明 新选举制度 符合一国两制原则 符合香港实际 为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支援 确保香港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提供了制度支撑 是一套好制度 随着实践不断深入 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将进一步张显 广大香港同胞 一定能弘扬 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 同全国各族人民 携手并肩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为此而共同奋斗 二十五年来 尽管经历了许多的风雨导战 但一国两制 在乡达的实践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力 中央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的决心 从没有任何 更不会改变 在中央政府 香港特别行动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意下 香港 已实现 由乱到智的 重大改革 正处在 由智 极新的 关键时期 我相信 新一届特别行动区政府 一定会在 新一届特别行动区政府 一定会在 新一届特别行动区牙 香港发展 也一度会 充填 新一届特别行动区 中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提 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作安排 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体 在新时代新增城上 香港将大有可为 风光无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